这绝对是今年动漫界最强童人神作 改编自铁壁阿童木之篇章 地上最大机器人 号称半神像神的致敬 阿童木的形象也迎来了大改 原作漫画在06年就力压死亡比记夺的第一名 而那个时候的钢链也才排名第五 你绝对不敢相信 身为和平使者的阿童木居然死了 而杀害他的凶手 居然是把他制造出来的天马博士 回过神来 风暴已经散去 阿童木躺在地上 彻底没了动静 一切都要从七个世界最优秀机器人的离奇死亡开始说起 首先是性格温和的蒙布朗 作为森林保护官 温和的性格让他非常受人类喜欢 可在一场森林大祸中 蒙布朗居然被切下了脑袋 而且还在脑袋上摆出了两个脚的形状 这种匪夷所思的案子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 紧接着 一位支持机器人保护法的干部也在家中被杀害 头部同样被摆出了两个脚的形状 为此警察厅特地派出了德国的明星机器人警探盖吉特来查询此案 而盖吉特在调查期间 却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七位世界最优秀机器人 都已经被凶手列入了杀害名单之中 而且头上长脚的姿态 似乎对应了罗马神话中的名王普鲁托 对于没有任何头绪的案子 盖吉特也非常头疼 于是他特地找到了日本七大机器人的代表阿童木来交换情报 就在交换情报期间 代表英国的七大机器人诺斯2号 以及土耳其的机器人伯朗德纷纷遇害 随着案件深入 盖吉特的记忆也出现了混乱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查询博士家却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这个人自称曾经打造了波斯王国的机器人军队 他以查询博士孙子的性命威胁 要求查询博士把阿童木叫来 那人见到阿童木到来 立刻逃离了现场 此时此刻在查询博士的孙子家 一股无比强大的龙卷风正缓缓靠近 阿童木的妹妹小兰在收到机器人警犬的警报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阿童木从查询博士口中了解到情况后 也第一时间赶往了现场 等阿童木赶到现场后 也被眼前的风暴吓了一跳 因为在风暴之中 有一个巨型怪物正向他们张开了巨口 风暴散去后 阿童木也彻底没了动静 而阿童木死亡这件事 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查询博士突然回想起上次见到天马博士 两人提及阿童木时 天马博士居然称阿童木是个失败品 可就是说出这种话的天马博士 在阿童木死后 却又出现在了科学部的大楼内 他告诉查询博士 阿童木已经不可能醒过来了 自己只是来向他道别而已 看着躺在床上的阿童木 天马博士忽然回忆起了刚创造他时的场景 一股悲伤情绪涌上心头 因为他已经把阿童木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看着近在咫尺的脸庞 他还是没能忍住 为了复活阿童木 天马博士甚至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 但当查询博士找到他时 他表示阿童木依旧不会醒来 看着查询博士 天马博士缓缓说出了曾经自己做过的一件事 在他认为阿童木并不是完美的机器人后 转而又设计了一个更完美的机器人 虽然是受人之托 但天马博士做得非常认真 他把包括阿童木在内 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人人工智能植入了进去 更是分析编辑了足足99亿种人格 但那个机器人却并没有醒来 或者说是他不愿意醒来 而阿童木此刻正面临着和那个机器人一样的处境 如果让他醒来 就需要进行某一种情绪引导 但这样做 很可能会让阿童木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格 甚至毁灭世界都有可能 科学家们涉及机器人的初衷 是让机器人永远不会对人类动手 可如今陆续有人类死亡 这让所有人都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机器人 特别调查整个案件的盖吉特 居然也被反机器人教派盯上 一个名叫阿道夫的人 好几次都险些将盖吉特杀死 可不等他杀死盖吉特 反机器人教派反倒盯上了他 教派认为他已经背叛教会 于是开始了对阿道夫的截杀 巧的是负责保护阿道夫的警察就是盖吉特 在阿道夫的口中 盖吉特得知了真相 原来曾经盖吉特亲手杀害了阿道夫的哥哥 这也是阿道夫想要复仇的根本 而得知自己真的杀过人类后 盖吉特的心境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随着世界七大最先进机器人的陆续死亡 剩余的几个都有了一丝紧迫感 来自希腊的七大机器人之一 海格利斯打算独占那个怪物 但随着风暴来袭 海格利斯驾驶机器人直接冲了进去 但他显然小瞧了那个巨大的怪物 仅仅几个回合 海格利斯就被生生撕碎 而在一旁观战的艾普希龙 居然下意识地逃离了现场 他找到盖吉特 将海格利斯的记忆芯片交给了他 在记忆芯片中 盖吉特见到了一片花海 以及花海中央的一个男人 一切谜团似乎都被缓缓揭开 盖吉特按照记忆芯片中的指引来到波斯 同时见到了波斯科学院的部长阿布拉 在简单交谈过后 盖吉特又先后走访了波斯各地 终于得到了花海中 那个神秘男人的信息 男人名叫萨哈多 而且在波斯口碑居然出奇的好 更让他吃惊的是 波斯科学部的部长阿布拉 居然是萨哈多的父亲 盖吉特赶忙联系警方 并在警方的信息网中 找到了那片花海 以及花海中的一个巨大实验室 最强七大机器人之一 艾普希龙的实力 绝对是仅次于阿通墨 在面对轻易屠杀阿通墨的巨大机器人时 艾普希龙直接使出了自己的最强力量 在警长盖吉特进入实验室后 终于得知了真相 那个屠杀世界最强七大机器人的存在 居然是阿布拉的儿子 阿布拉居然把自己的儿子 改成了一台杀戮机器 而得知了这一切的盖吉特 自然也逃不过死亡的命运 就在他捧着鲜花 准备回家送给老婆时 路上却遭到了卖花机器人的偷袭 至此七大机器人就只剩下 艾普希龙还活着 作为主张和平的机器人 艾普希龙经常跑到孤儿院 去看望那些在战乱中活下来的孤儿 这天他刚来到孤儿院 天空中就遍布无云 他知道是那个沙漏机器人来了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静止飞向了那巨大的龙卷风中 但随着爆炸结束 那刀代表着艾普希龙的蓝色光球缓缓落下 众人仔细看去 艾普希龙居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他微笑地告诉大家危险已经解除 但这个结果却并不能被警方认同 虽然掉下来的零件是杀戮机器人身上的 但却根本没有见到杀戮机器人的身影 这也就代表着艾普希龙并没有彻底解决掉那个机器人 这一举动带来的后果自然也是非常严重的 阿波拉让手下拐来了孤儿院的一个孩子 并以此来引诱艾普希龙 作为能使用光子能量的机器人 艾普希龙在夜晚的战斗力自然是大打折扣的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前来营救 区区几个回合间 艾普希龙就被杀戮机器人给控制住 随着光子能量逐渐减弱 就在艾普希龙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 杀戮机器人却开口向他求救 希望他能杀死自己 也就在这时 黎明到来 艾普希龙的光子能量瞬间充能 本以为一切都要结束了 可刚刚升起的太阳却被一股龙卷风遮住 光子能量开始飞速消耗 为了保护那个孩子 艾普希龙直接断了自己的双手 在那个孩子周围布下了光子护照 你知道黑化的阿图梦有多恐怖吗 不仅轻松写出了毁灭地球的反质子炸弹攻势 更是继承了盖基特的仇恨情绪 伴随着艾普希龙被啃掉了脑袋 世界最强七大机器人已经全部殒命 天马博士为了复活阿图梦 不惜铤而走险 特地找到了警长盖基特的妻子 并索要了盖基特的记忆芯片 天马博士把盖基特的芯片植入了阿图梦脑海中 虽然成功让他醒了过来 但却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盖基特生前最后一刻的情绪是仇恨 而在仇恨的引导下 阿图梦仿佛变了一个人 通过盖基特的芯片 他知道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然后开始在房间里疯狂写着一些公式 我懂了 接着阿图梦逃离了科学部 茶水博士生怕他做出什么极端的事 于是急急忙忙追了出去 阿图梦看着路边的蜗牛 突然想起了初次见到盖基特时的场景 脑海中盖基特的记忆也不受控制的浮现 盖基特曾经在废弃的机器人零件厂 捡到过一个报废的小机器人 他把这个小机器人抱回家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抚养 小机器人也在他和妻子的照顾下融入了家庭 可就是阿道夫的哥哥 却故意毁坏了小机器人 这让盖基特心中第一次出现了 本不该拥有的仇恨情绪 也正是那件事 让盖基特第一次动手杀了人 记忆定格在盖基特死亡前的最后一刻 仇恨的情绪似乎彻底消散一般 也许是盖基特把那个杀死他的卖花机器人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也许是盖基特彻底释怀了 处于失控边缘的阿图梦 在下一秒也恢复了正常 而此刻天马博士却在车内被人绑架 等他再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内 把他绑过来的人 就是波斯国科学部部长阿布拉 阿布拉指着面前的一个巨大机器人 表示想把自己的大脑移植进机器人体内 这样就能打造出全世界最复杂的生化机器人 可天马博士却告诉阿布拉 他早已经不是人类了 原来早在多年前 阿布拉一家就已经死在了战乱中 阿布拉在临死之前拜托警员 把自己的大脑副本交给了天马博士 而天马博士曾经制造的那个天才机器人 就是受了阿布拉的委托 于是天马博士把阿布拉的大脑副本植入了机器人 现在的阿布拉 只是那个包含了99亿种人格 被天马博士称为最完美的机器人而已 下一秒 阿布拉变成了机器人形态 可天马博士在检查他的时候 却发现他的计算计划大脑已经不见了 那个原本静止不动的巨大机器人 也缓缓站起了身 他们已经正式合为一体 而此刻的阿通木 正在科学部内向茶水博士等人讲述着故事的原委 所有的谜团都被缓缓揭开 一切的一切 都要从波斯国国王开始说起 他原本想要改善波斯贫瘠的土地 于是特地请阿布拉打造一个 可以改造地球环境的机器人 这个计划的名字就叫做伯拉计划 可随着计划的一次次失败 阿布拉明白自己需要一个更完美的机器人 于是便邀请天马博士 花了大价钱想要打造出完美的机器人 但事情的转折点就是阿布拉的死亡 在用阿布拉的大脑副本激活机器人后 阿布拉成了一个拥有多重人格的机器人 波拉计划被他彻底改变 成了无形的杀戮机器 此刻的阿布拉已经和波拉合为一体 他的目的就是毁灭地球 让所有人类灭亡 让机器人存活下来 在得知阿布拉的计划后 阿通木火速赶往现场 不出意外 他遭到了普鲁托的阻拦 阿通木的愤怒 来源于那些无辜的机器人 热爱森林性格憨厚的蒙布朗 厌倦战争想要好好生活的诺斯二号 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布朗德 与他有着深厚友谊的海格利斯 反对战争的艾普希龙 以及现在阿通木体内盖吉特的仇恨 此刻的普鲁托根本就不是阿通木的对手 可就在他即将解决掉普鲁托的时候 脑海中却突然浮现出了 其他六个机器人的身影 盖吉特更是温柔地告诉他 仇恨是不会有结果的 于是阿通木避开了必杀的一击 此刻的普鲁托也不再是杀戮机器 而是恢复了萨哈多的意识 他感受着阿通木的悲伤 居然也流下了泪水 他们就这样在地上躺着 一直到了晚上 阿通木最终下定决心 亲自飞入火山内 想要阻止波拉 可现在的波拉显然要比阿通木更强 想要阻止他 就只能靠阿通木先前写出的 反质子炸弹攻势 只要时间充足 阿通木就能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炸弹 与波拉同归于尽 可就在他冲向波拉的时候 普鲁托却突然赶到 一把抓住了阿通木 他让阿通木把反质子炸弹的攻势发给自己 下一秒 居然把阿通木送离了火山 阿通 Money 那你能引开 阿 Twitter 我情人 感到幸福 我愿意 那么 ailleurs 离开 我跟你不是 每次 numa 故事的最后 尘埃落定 阿童木也向茶水教授问出了那个问题 会有仇恨消失的那一天吗 也许何有机器人都在祈祷着那一天的到来